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节气热火家 我是主持人彭启明 虽然今年遇到一个圣阴年 秋天还是有点热 但是从一点蛛丝马迹 温度稍微降了一点点 我们应该可以感觉到 秋天的感觉会逐渐出现 那越来越浓了 那没错 我们又进入一个新的节气 叫做白露 那这个节气 其实有一点想象的空间 白白的露水 是一种雾猴的节气 不是天文类的 那古人其实也说了 白露雾露生 早晚要叮咛 就是早晚要多穿一件衣服 那为什么这个古人称为白露 那不是秋露 因为古人是以适时配上五行 那春夏秋冬配属五行里面 所以秋就属金 金色白 所以用白来形容这个秋露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节称为白露 那白露跟这个双降 或是这种寒露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时候开始随着这个慢慢的改变 夜晚跟清晨的温度就会开始下降 这个时候空气在这个水汽 里面的水汽就容易在树叶上面 凝结成这种露水 那在这个本草纲木里面 古人向来很喜欢这种露水 因为在这个水里面 觉得它是凝结出来的 它很珍贵又很特别 所以这个时候白露世界的这种秋露 更被认为是露水的精华 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名医李时珍 他的《本草纲木》里面的这个水布 天水类里面也曾经写到说 秋露凡食 以盘收取 坚如鱼 令人延年不羁 所以他把这个完全是把他这个 捧得很高 可见古人认为这个露水 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东西 秋露凡食 以盘收取 坚如鱼 令人延年不羁 那农作物上面这个有露水 事实上我们也常常看得到 不过也特别提醒大家 古代的环境是比较干净的 露水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杂质 那现在的这个空气里面 其实充满了很多的 我们人为制造的空气污染物 加上很多的灰尘 这个露水可能在它凝结的过程当中 会把所有东西都吸附进去 所以像这个露或是云水或是露 其实都是一样 把很多的污染物融在这个里面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真的不要轻易地尝试 因为里面可能很酸 那没有经过这个直接的处理 千万不能可以饮用 除非是在很干净的地方 那对于这个农作物来说 其实它就没有这样的太大的问题 露水是有好处的 因为这个露水像雨一样 可以滋润土壤 帮助植物生长 那植物事实上在白天 受到阳光很强的照射的时候 会进行光合作用 制造一些养分 同时会蒸发掉大量的水分 所以这个时候对植物来说的话 有稍微轻微的这个枯萎的现象 只要当夜晚的露水 开始凝结到这个夜面上的时候 事实上植物就可以当中 吸取到这个水分 那这个就叫做 雨露之润和苗的意思 白露这个节气 提到跟雨水有关的谚雨 还有白露南 十日九日淡 那淡是湿答答的意思 那这句谚雨是古人对于天气现象的观察心得 代表白露当天 如果吹着偏南风 之后就会经常下雨 那冷暖空气会因为交汇的关系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秋天 如果吹着这个偏南风的时候 暖湿空气其实还是蛮旺盛的 只要北边稍微有一点冷空气下来 这个时候冷暖空气就会开始交汇 的确是很容易会下雨的 那从春天开始慢慢开始吹南风 大概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 那如果遇到这个太平洋高压 特别强的情况下 吹南风的情况可能会一直延续到九月下旬 或是十月初 这个时候一旦有这种冷空气南下 冷暖交汇就容易出现下雨的天气 那刚刚也特别提到说白鹿误入身 早晚要叮咛 就是在叮咛我们事实上要注意身体的健康 因为这个白鹿过后 其实天气真的要转凉了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晚上睡觉 觉得不要打四驳 因为很容易受到风寒的 那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身体的保健 白鹿时节已经是九月初 对台湾而说是季节转换的初期 那这个也通常是入秋后第一道封面 影响台湾的这个时间点 那从过去这十年的这个统计资料来看的话 第一道冷风到达台湾的时间 大多出现在九月的前半期 也正是刚好在白鹿的一个期间 那从这个图上的记录来看的话 事实上入秋的第一道封面 大概抵达台湾的时间的落差 其实看起来真的很大 九月初到十月都有可能 这个时候 但是2005年入秋的第一道冷风 却是一直到十月七号才到达 所以这个是创下史上最晚的一个记录 所以整个秋天的这个季节 也就跟着这个迟到 那整个节气的特性也就往后延了 甚至秋天就不见了 那一年就遇到一个暖冬 那另外甚至在十月二号的时候 在2002年十月二号的时候 还出现一个直扑花莲的台湾的这个龙王台风 那第一道封面何时会到达台湾 跟当年的这个气候环境 有很大的关联性 如果那一年呢 太平洋高压强度很强的时候 事实上第一道的封面 抵达的时间也会比较晚一点点 那这个封面 第一道封面影响台湾的意义 代表着夏天的时候 北方的 往北方的远离台湾的冷空气 再度这个南下 那这个时候呢 已经足以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了 所以冷空气开始影响的时间点 就是这个白鹿的这个时候 南方的这个软空气的势力 则开始衰退 所以以气候的观点来看的话 这个第一道封面到达的时间 往后的封面就会陆续开始 有机会就会南下影响到台湾 那季节呢 也正式开始由夏入秋 那因为今年呢 刚好是一个圣阴年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秋天的第一道封面 到达台湾的时间 可能会比较晚 那秋天转量的时间呢 也可能就跟着往后延 那相信大家每天在收看 气象报告的时候 一定常常听到封面 这个气象名词 而且大家都知道 只要有封面影响 就很容易会下雨 那那么封面呢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请小博士 来为我们做解说 简单来说的话 封面其实就是 冷暖气团的交界面 在这个交界面上 因为冷暖空气互相碰撞 冷空气比较中 会往下沉 暖空气比较轻 会被下沉的冷空气 往高空举升 因此产生了空气的 上下对流现象 暖空气上升后 其中夹带的水气 凝结成雨滴 就容易带来下雨的天气 所谓的气团 是指一个大范围的空气团 在某个地方 长时间停留之后 就会逐渐带有 那个地方的特性 像是在西伯利亚 这种低温干燥的大陆上 就会形成冬天影响台湾的 大陆冷气团 天气又干又冷 如果是在赤道附近 温暖的阳面上 就会形成夏天影响台湾 又暖又湿的 热带海洋气团 造成高温多雨的夏季天气 当冷气团比较强势的时候 气团间形成的封面 就是冷风 秋冬季节影响台湾的封面 几乎都是冷风 冷空气把暖湿空气 往上抬升 产生对流 水气冷凌而形成降雨 对流旺盛的时候 还可能会造成大雷雨 相对的 当暖气团势力比较强的时候 不够会形成暖风 暖风大部分都出现在 中高纬度区域 台湾因为纬度比较低 通常直接就已经位于 暖气团当中 因此很难受到暖风的影响 如果冷暖气团的势力相当 就会形成不太移动的滞留风 带来持续性 阴雨绵绵的天气 像梅雨封面就是滞留风 雨以下就是好几天 跟移动快速的秋季冷风 不太相同 这就是封面的解说 刚才小博士提到这个冷风过境 可能会带来大雷雨 确实是这样 像我常常在大爱气象播报的时候 会提到封面要南下了 大家都应该要有所准备 尤其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的 这个封面带来的强降雨 更是可观 那在去年就有一次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 去年9月1号入秋的第一道冷风 南下过境的时候 刚好遇到这个康瑞台风 它带来的残余大量的暖湿水气 产生了相当强的大雷雨 尤其当时事实上在基隆 当时雨量超过90毫米以上 造成整个巨石的崩落 还有这个房屋的倒塌的灾情 所以当时的画面 还有它的影像非常的惊悚 也让人注意到这种冷风 带来大雷雨的这种威力 那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梅雨出现是即将 由冷转热的春末夏初的季节 那那么但是问题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由冷转热会有 那由热转冷的夏末初秋的 就没有像这个梅雨的过程 连言不绝的夏雨的样子 这个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 因为当冷气团开始 由南往北增强 北上的时候 其实台湾刚好位于这个冷暖气团的交界 也就是这个滞留风的这个交界 这个位在这个滞留风的位置上 加上从南海来的这个西南风 季风的这个水气 产生了显著的这个梅雨现象 那另外呢 相对的在入秋的时节的冷气团 是从北方南下跟冷暖气团交汇 那这个对峙的滞留风面呢 其实并不是在台湾附近 而是在这个中国北方 还有日本韩国一带 所以其实是有点像的 但是位置不一样 带来类似这个梅雨的降雨现象 所以当地呢 成为一种秋林 那有时候呢 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 往南突进 滞留风面就开始迅速南下 其实有时候呢 真的会到台湾 但是就一扫而过 就一阵大雨 或是雷雨就结束了 所以因此呢 对台湾来说 由夏入秋 并没有再一次 梅雨的过程发生 事实上是有的 但是它走得比较快 比较没有这样滞留 那中国北方呢 称之为秋林 秋林呢 其实是一种正常的 气候循环的现象 但是呢 加上了人为的因素之后 其实好几次 其实它成为了决定 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 关键因素 下段VCR 我们要来跟大家说说 秋林有关的历史故事 隋朝时由于高丽 不符隋的朝贡制度 并意图扩张版图 因此隋扬帝发动了 东征高丽的行动 不过隋扬帝 无视下属的建议 导致路上秋林搅局 三次的东征 前两次都吃下败仗 对作战的影响 除了天气之外 就是气候 那气候上在我们中国大陆 以及到我们台湾呢 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海风上来的时候 说的梅雨季 再一个东北季风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秋林 那秋林由哪里开始 由东北开始嘛 就是朝鲜嘛 那隋扬帝在出征的时候呢 有人就告诉他 他的大臣就告诉他 说你要一定要避开这个东西 可是呢 隋扬帝是一个浩大喜功 而且自以为是的一个皇帝 他的臣子说什么话 他也不太听 他把他部队战线拉的 非常非常的长 那这样的时候 前军已经到了鸭绿江了 后军还没有出京来 你想想看北京到东北 有多长的距离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遭遇到一个大雨泥泞的路 后勤补击就补不上 导致前两次出征呢 都是断雨而归 好在到了第三次 那韩国也就是高丽 打的也差不多了 他终究是个小国家嘛 那就想了投降了 那隋扬帝赶快颁事回朝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国内的证据已经开始动乱 隋朝的天下已经是饥饥可危了 在隋朝灭亡后 唐太初期与高丽两国关系修好 可惜耗尽不长 在高丽叛臣盖素文夺权之后 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银方唐朝后续五次大规模的东征 时间长达二十五年 最后终于成功攻下平壤高丽 可归功于唐太宗及高宗 善于利用天使的谋略 而后数次出兵 唐太宗及其后代 也利用了秋林过后草枯水冻的气候状态 打下一场场的胜仗 那根据刚才讲的历史故事呢 我们可以看到气候对于战争的胜负 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我讲了一个隋阳帝 因为他不会利用气候的条件 而且呢他没有那么能干 结果失败 最后惨痛的成功 可是呢我们再去看看唐太宗 那唐太宗手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臣 就叫做方宣陵 那他呢可以说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他对整个的气候变化的形态 辽露滞掌 所以唐太宗出兵的时候呢 他是事先有规划 事先通通安排好的 什么时候该出兵 因为秋林都在9月15号到第二年的 差不多就是四五月的时候 在这段时间里头 那我出兵能够避开就避开他嘛 而且呢秋林也好 梅雨也好 我们都知道下一段雨一定会停一段时间 那只要你事先能够掌控 有这个后勤的人员告诉你前方的指挥官 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出动 什么时候守 那他就会成功 所以在秋林里头呢 还是可以达到他作战的目的 帮韩国人平定了韩国的内乱 再过几天9月8号就是我们中秋节了 中秋节呢事实上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不过呢不知道台湾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一家烧烤万家乡 中秋节呢要烧烤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而且社会的氛围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这个到底对我们市场生活 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今天呢特别访问到我的老师 他过去呢也在环保署担任过空宝处的处长 杨之远杨老师 老师你好 好 全民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因为您过去是气象出身 在气象局服务过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呢也在环保署担任过 一个很长的段时间 然后你担任空宝处的处长 但是事实上你在台湾 你观察非常细微 你很喜欢这种台湾一些风土明星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说 在台湾来说的话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有烧烤这个活动 开始蔓延起来 那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烧烤的活动 大概主要还是随着台湾的经济的进步 这个经济进步以后 我们老百姓有一些这个有钱 然后我们的生活方面比较多元化 那么我记得大概 这个烧烤在中秋节变成一个常活动 大概是最近七八年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面积在公园里面有很多人在烧烤的时候 这个时候产生的PM2.5 产生的各种的污染物 它的这个浓度就会上升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我们生活的周围的这种空气品质 当然是不好 就像我们在环境经济局上有一个叫库制列曲线 就是当我们人均收入到慢慢增加 它的污染物会 这个污染的程度会增加 等到人均收入到了某一个限度以后 大家有钱 有开始考虑到生活品质 环境品质的时候 这个污染物慢慢慢慢就随着 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一个晚上PM2.5飙高 可能飙高到四五百 然后臭臭的 然后闻到 事实上很多人会觉得说 烧烤还蛮香的 香香的 这样一个短时间内的这种 几个小时的空气污染物 明显的一个身高 那也没什么事 那这个问题是说 这个到底会对我们人体 会不会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有影响 你想想看 你如果在一个公园 这公园里面有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在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同样在烧烤 这个浓度它会累积 然后这个浓度 大家彼此会影响 就像我们骑摩托车 我们摩托车停在十字路口 每一部车都停下来 然后都在那边慢这个怠速 这个时候 我们所有的摩托车的歧视 都暴露在 我们自己排放的污染物当中 这个在我们健康风险上来讲 它一定有意义 这个其实 我们也希望建议将来 这个环保署 对这一个烧烤的行为 我们做一些健康风险的评估 我相信是有影响的 那我们现在关心到的 不是它的空气品质 是它烧烤以后 留下来的垃圾 留下来的一些脏东西 没有带走 然后第二天给这些工员的管理单位 跟我们的清洁队员 会制造出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是现在环保单位 非常关注的 那么这种行为在中国大陆 像北京 因为很多外来的 外来县市的人 外来省份的人 可能他们是西北的这种 专门以吃羊肉 这为主的人 他们到北京就成立了一些 烧烤的这种区域 他们很多 现在就被禁止 因为这个对他们污染物 就会受影响 老师现在根据过去的 很多的资料发现说 烧烤的过程当中 包含着这个铁丝 那个器具 其实很容易让这个食品里面 含重金属 那第二个呢 是如果有一些油脂的话 它不完全燃烧 就产生多环方香镜 那很多工卫的教授说 这个是容易致暗物 我不完全燃烧 那另外呢 国人很多的习惯 要考虑的有点微焦微焦 黑黑的 黑黑的很像比较香 那比较香 事实上那个听说 我听过很多医生说 那个不要吃 那个容易致癌 那最后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碳 那个煤炭的进口 其实它的这个成分 到底是不是 那么符合标准规范 是不是对人体没有害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其实这个 是不是整个环节里面 其实烧烤这件行为 在台湾来说的话 是不是一个 不是说那么的 好的一个行为 当然 我认为这个烧烤的行为 当然是一个对环境不好 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类似的 这样的民俗的活动 其实对环境都不好 对人也不好 比如说我们拜拜 我们曾经有检测过 在那种非常香火鼎盛的 这种庙里 我们发现它的PM2.5 会高到1千 1千5的 就一般的庙的旁边 对 一般的庙 到里面更高 你抢头箱的更惨 所以这就是 我们生活习惯里面的 一些行为 民俗活动 政府不愿意去碰它 但是事实上 它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环境品质 已经造成风险 老师我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发现到说 烧炭本来就是一个 燃烧的这个二氧化炭 会制造更多的温室气体 那另外呢 燃烧炭的本身 也会产生PM2.5 这个是对地球 直接很伤害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评估过 这样的一个量 会对我们地球 一次烧烤活动 会有多大的影响 我看过一份报告 就是东国大陆 一个教授算出来的 就是一斤炭 烧掉一斤炭 大概要产生 8克到12克的PM2.5 那如果这样算算的话 你想想看 我们在一个大面积的 每一家人 一个晚上用过两斤炭 或者是有几百个人 你算一算 它产生的二点宏度 就会很高 那当然 大家现在重视 二氧化炭排放 如果你又不愿意去 这个让老百姓啊 中秋节 不让它烧烤 对不起 你就采用志愿方案嘛 让那个参与烧烤的人 他做碳中和嘛 他再去做别的事情 做两棵树 或者做一些什么 其他事情 把这个都 把它产生的二氧化 再抵换回来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不用 强制的行政作为 去规范他的 这个民俗生活行为 但是呢 他又可以去 用别的方式来抵换 我想这个就是 政府将来以后 要面对的课题 对 老师刚才讲的 特别有道理 就是说 如果你还是要 还是要 觉得说 不 这个中秋节 还不烧烤 很像没有这个味道 但是你一定要 相对应的 做出一些事 来弥补 会被伤害的一个地球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姚老师 接种访问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台路这个时节 虽然第一道封面 可能已经南下 不过依然是台风 发展旺盛的季节 那这个时候来的台风 也就是所谓的秋台了 那下周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 秋台对我们带来的影响 那以人类的科技呢 是否已经能够改造天气了呢 那节气乐为家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一起谈天说地 化节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